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5月3日 今天是星期二 大家好 今天是超級星期二直播 我們這一節 開了一個標題 美國又跪低了 拜登又跪低 向甚麼人跪呢 說好了的防衛台灣呢 怎麼說好呢 美國又有新藉口 如果按照藍媒的角度說 又有新藉口 借一些 暫停對台灣軍售 藍媒例如 李梓敬說 拜登又出賣台灣了 我們也認為是這樣 所以 你們真的要把握這個機遇 不要放過這個那麼大的空隙 如果你們放過這個機會 你真的要把握這個機遇 但你們真的要把握這個機遇 真的沒有辦法 所以他們真的可能會放過 這次因為習近平 遇到 其實也開始有點危險 因為我做了一節 美國現在推出一個 俗心法 用習近平的名字來明明這個俗心法 習近平現在他自己的 偽偽苦 還敢動手嗎 我們要鼓勵他 很想他走錯 美國就說因為受到俄烏戰爭的影響 導致他的生產線 搞不定 所以在 在2026年之前 也沒有辦法向台灣供應新型的M109A6自走炮 主動要求台灣 撤銷美國 向他的軍售案 這件事會進一步令到台灣的國防能力 就是難以短期之內大幅提升 嚴重影響 台灣的國防 軍事能力 那就可以能打他了 所以真的要把握你們 快點打吧 趁現在武器不夠 打鐵趁熱嘛 我們看到台灣少了那麼多的炮 這個不知道是甚麼字 走炮 那是不是就可以 抵擋不了共軍呢 這個 相當之 令人值得懷疑 不過不要緊 還是先引了他出來 記得轉貼這一節 瘋狂跟他說拜登又出賣台灣了 台灣現在沒有武器了 你可以放心侵略 理論上如果 共軍要進攻台灣 一定要登陸 一定是會有 在本島上會發生 地面戰 始終也會的 我也不認為台灣能夠 100% 把所有共軍在台海 攔截 應該是不行的 始終會有 小規模部隊登岸 怎麼辦呢 有共軍登岸 還有那麼多韓國瑜 會有地面戰 台姦我覺得會跟烏姦差不多 就是會 率先被大屠殺 還是會躲在家上網 支持解放軍 然後被國軍找出來 問他發生甚麼事 原來找到馬英九 還有韓國瑜 還有一大堆的陷家產 男營的陷家產 還有呂秀蓮 這群人全部都很糟糕 呂秀蓮也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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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個壽字 拜登這次也是被傳媒討論的 我們看到台灣的傳媒 跟香港一樣 也很喜歡說 現在美國又不撐你 因為國民黨 閃門沒有東西要說嘛 他就要找些東西出來作 所以其實也不要緊 美國真的不撐了 你們就要把握這次了 我認為 中共看台灣的文宣 看得多了 他信了就會像韓國瑜那次滑鐵路一樣 就是滑鐵路給你看 他以為台灣的人 每個人都舉了兵在等解放軍 等解放軍入城 結果 在烏克蘭就試了一次 他以為舉國旗 等俄軍入城 結果就需要趴街嘛 結果是人家用汽油彈和刺針來讓你進來呢 如果你說我想得奸些 我真的覺得這個可能是拜登的策略來的 這時候忽然間跟你說一件事 然後就借一些椅 順便拖垮中共 他們現在覺得這招是有效的 引去打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成功防衛 然後就拖垮整個國家 我認為這個戰略是存在的 但是有沒有那麼快制定這個策略出來就不知道 但是 這些東西通常應該是蓬佩奧和余茂春想的嘛 為什麼會被拜登政府吵架呢 還是他不小心 有時候可能他真的不小心 蓬佩奧和余茂春是專心想這些東西的嘛 有時候太鷹派也不行 人家遇到你開火 反而拜登上來就是 立即動手 人家覺得他沒有殺傷力 不是 拜登 如果你說是一個局 外面有有人說是民主黨的一個局 年末特地 捕捕普京的 那麼你 免費了八百億美元的美國的武器裝備在阿富汗 一張計算而已 阿富汗敗局已成事實 你沒有想過烏克蘭 可以控制到的 你怎麼知道烏克蘭打還是不打 怎麼控制呢 所以他們五毛的特質就是 最喜歡 將發生了的事情 倒轉變成原因 如果我們真的認真地說起來 這是很大的邏輯貿誤來的 如果五毛 甚至吵長青的邏輯 這次 俄羅斯為甚麼敢侵略烏克蘭呢 就是你默克爾 是你默克爾縱容的 你甚麼都相信俄羅斯的意思 你是北約的大哥來的 你是歐盟的大哥來的 你要主動跟別人買這些東西 這是歐洲撤給他的國 還順便令到英國崛起 還順便令到英國崛起 寫小說就可以了 你賭果為因你一定會通訊的 你拿回發生了的事 反轉寫上去 你想一下 如果不是默克爾 這樣縱容普擊 這樣縱容中共 每年都在中共訪問 那些人說到默克爾的神在西安換的 默克爾有神病在西安換了的神 中共活摘一個年輕人的器官換給他 這些陰謀論是大陸佬最喜歡作的 最喜歡的作文 最喜歡反轉港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這次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最大的始祖勇者就是德國佬 德國佬又跟你做北溪二號 用金錢來輸送他 最大的美國佬背後的傀儡操控的就是普京 因為明知道 就是一個局 要削弱俄羅斯 竟然就是一夜踩下去 還要幫美國出貨 搞到現在始祖勇也賣掉了 所以始祖勇者就是普京 普京就是軍火箱背後控制的人 他就是代言人了 他就是幫美國佬銷售軍火的 他就是銷售軍火的 其實是更加符合邏輯 按照你們這套說法 普京才是最符合劇本的人 你控制不了的東西 偏偏 就是 明知道 沒甚麼好處 都照打烏克蘭 你說不是一個局是甚麼呢 日深日之再分析 其實就是八大軍火箱一起夾粉養普京 現在將所有的蘇聯武器打了 將來不會有蘇聯武器 將來全部都是買美國武器的 美國武器是否由八大軍火箱攻關了市場 如果說這套話 馬斯克也是背後的金主 如果說這套話 現在硬要跟他對抗的人 就是背後的金主 那你就會變成馬斯克在賣星鏈 背後就是Tesla Tesla就是元凶 然後 誰買Tesla的那個就是有份的 那就是文匯大綱 你不如說香港人在背後 香港人為了搞光火香港 為了搞亂香港 為了持續黑暴 把黑暴延續去烏克蘭 然後禍引燒場 禍起燒場 拖納俄羅斯 香港人不是很厲害 世界終極深層政府 最終那個原來是陳同佳 陳同佳是引發的 這樣說法就跟羅富城家族一樣 比羅富城家族更誇張 陳同佳家族 引發起這場世界大戰 總之 中共那種邏輯 或者中國人那種邏輯 其實這個科學上是邏輯錯誤 其實剛才所說的就是混沌效應 但是混沌效應不是你可以去做一個陰謀 因為你控制不了結果 就是因為那樣東西控制不了結果 雖然有很多故事 就是你跌了一顆螺絲 然後就造成 車可能是脫了 位置 然後導致國王掉下來 然後戰爭也輸了 但是你 當初 你不可以倒過來說 整個陰謀 就是 弄掉他的那顆螺絲 去觸發那件事 因為你控制不了結果 你不知道的嘛 沒有錯 習近平就是 滅共英雄 習近平也沒有計算下去 習近平在這裏配合支持俄羅斯 整個陰謀就是 中共搞出來的 這個原來在1962年已經部署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當時 習仲勳失世的時候已經部署了他的兒子 出來不消滅中共了 如果寫小說其實還不錯 六幾年已經部署了 習仲勳當時被鬥倒下台 這個叫 國家維計還是遼東 死了之後我的計算都可以鋪下去 這個所以就是三角演義 現實世界怎麼做呀 如果相信的話 不要再回去看三角演義 盡量不要付超過10元 在現場課金的朋友 盡量不要付 要付也是10元以下 我們不願意 就被Youtube剝削 如果搞那麼多東西 給了那麼多機會 你也不打台灣 是不是有一點移說不過去 按照那麼多陰謀詭計 全部都出來了 俄羅斯也被人引蛇出動了 你還不打台灣 那你還等甚麼呢 你是屬蛇的嘛 引蛇出動也對 要引你嘛 習近平屬蛇嘛 美國又贏了 按照你的說法 美國又陰到俄羅斯 你也不幫忙俄羅斯 你在做甚麼呢 嘴巴幫他 叫人衝自己鬆 你應該派解放軍去幫俄羅斯嘛 既然你的五毛也揭露到 有那麼大的陰謀 普京就踩下去了 你們也不去幫忙 現在俄羅斯召集志願軍 其中就是要求中國派遣志願軍 總之任何俄羅斯友好 點名中國 一定來幫忙 不幫忙不是朋友 是不是這樣才神奇呢 那些網上五毛也在揭露陰謀 你們也不去賭破陰謀 要怎樣堵塞陰謀漏洞 要怎樣堵塞法 所以他們的陰謀論是很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為甚麼會不停跟大家說 那麼荒誕的陰謀論 就是告訴你他們的說法其實很好笑 他們包裝得很像層層 實際上的邏輯是有問題的 1962年就是他出生的 1962年是習仲勳倒台的那一年 他被打倒了 那一年 這個200斤 當時也有幾十斤 當時也有九歲 那這個其實是不是毛澤東的陰謀 他一早已經想被 習近平繼承 所以發動文革 把習仲勳鬥倒 所以其實是沒有老毛的計劃 他一早已經看中了習近平 是要給他上位的 要做他的2.0 毛澤東才是所有事情的始作俑者 他一早就是發動文革 為了要鬥倒習仲勳 令到習近平成為紅衛兵 把他那種毛澤東的思想灌輸給習近平 這個太軒腳了 因為六軒腳很合理 極度合理 六二年還未開始文革 所以文革就是為了習近平而鋪出來的 要教育他 這節真是說得很精彩 我們有很多陰謀論可以說的 陰謀論多的那些沒有 說真的 我們要說陰謀論 我們一定很精彩 不過有時候說得多這些人真是會傻的 這節先說到這裡 好